大家好,我是林生 糖尿病族是糖尿病的头号杀手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知道吗,我国糖尿病族 溃疡的发病率竟然高达8.1% 年死亡率更是高达14.4% 总结之率高达19.03% 糖尿病人的伤口处理一直是临床上的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长期的这种高血糖状态 它会让神经和血管受损 让人对痛觉温厥变得会迟钝 这就好比你的触觉和温觉感 这种感知变得迟钝 就容易受到伤害 而自己却很难觉察 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和恶化 咱们在换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做到三点 第一,选择正确的时间、方法和时机 具体来说换药的时间得看伤口的时期 该勤患就勤患 该不患就不患 全看伤口的状态 换药的方法也得正确 比如说要正确的引流 轻创伤口 最后一定要根据医生的经验 结合伤口的情况来确定 具体操作的时机和时长 所以糖尿病的朋友们 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的伤口 一定要注意伤口的一个处理和护理 不要让小小的伤口成为一个大问题 我们这一期的健康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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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